高雄市長補選倒數一個月 民進黨候選人陳其邁 上午才剛抽完號四 馬上新增行程 到寶夜里至紅池 關心水情 下午出動車隊掃接 拉台聲勢 而國民黨對手李梅珍 也不狂多讓 上午找來兩任黨主席 江啟臣和朱立倫 陪同車嫂敗票 藍綠陣營雙雙出動車掃攻勢 對比民眾黨候選人吳翼正 單槍匹馬前往黃昏市場 用雙手雙腳爭取支持 那可能需要柯市長 來增加曝光 增加那種吸引力 我們就會找他來 那週末 禮拜六禮拜天站下來 三位政黨候選人 全力進行拉票 而最新民調也出爐 民進黨陳其邁橫甩對手 取得將近53%的支持度 國民黨李梅珍則是14.3% 而民眾黨吳翼正只有4.4% 李彥人比較遺憾的就是說 他的兩岸或者是對香港大港開唱 幾乎都是跟韓市長一模一樣 那恐怕你會離年輕人越來越遠 賽鴻李梅珍只會學韓國瑜 應該要堅守台灣民主和主體性 根據民調也指出 在20-29歲青年好感度調查當中 陳其邁再度贏得過半支持 成局有34% 韓國瑜則是接近12% 反倒是民眾黨的吳翼正 還領先國民黨的李梅珍 我一定會利用這30幾天 趕快爭取年輕人來支持李梅珍 參加熱帶風襯衫 李梅珍翻唱天王周杰倫的最新單曲 還找來年輕人跟隨音樂擺動身軀 要積極搶攻青年票員 高雄市長補選最後一里路 候選人各自出招 錄死誰手還是未知數 歡迎新聞另外凱莉婷 高雄報導